房屋竣工日期延误 货运日期不定 加上不知道需要居家办公多久 让一些想置办家具 但又希望可以灵活 应对不同情况的人 选择以租代买 受访的业者表示 近来租赁需求增加了近一半 其中有不少是年轻夫妇 来看记者蔡可涵的报道 这整个仓库里的家具 都是准备租出去的 有人租回去使用三到六个月 也有长达一两年的租约 这间家具公司表示 有顾客从海外购买家具 但因疫情延误 无法按时送达 也有公司为了防疫 另外租下办公空间 已隔开职员 因此暂时需要额外的家具 业者指出 近来多了三到五成的顾客 建筑还有装修 开始有一些延期 所以他们变成 暂时搬不了新家 就开始在外面租屋子 所以他们就需要一些家具 最近是因为房价越来越贵 所以很多人卖了屋子 就不买屋子先 暂时性他们也跟我们租家具 一到两年 有些顾客他们租了六个月后 他们觉得不适合 然后他们就再去跟我们租别的家具 这间家具公司除了售买家具 也提供短期和长期租借服务 业者表示 疫情前大部分的顾客是外派人员 如今有越来越多本地人 为了打造舒适的居家办公环境 而找上门 除了餐桌 沙发 办公桌 椅子 床入 双人床也是人们租借的热门产品